和柳如烟在一起三年 我才知道原来自己是个替身 就因为我笑起来 向她的白月光 我果断选择分手 柳如烟不以为然 笃定我一定会回到她的身边 可她不知道 离不开的人从来就只是她自己 后来 我对着其他人笑的时候 柳如烟哭着求我能不能再回头看她一眼 白月光的杀伤力 无人能及 而我却只是个替身 和女朋友在一起三年了 我才发现她有个心心念念的备忘录男孩 长达几万字的备忘录 铺满了柳如烟对那个男生的喜爱 那是我第一次查看柳如烟的手机 连置顶都是那个人 她叫季行 是云城大学的音乐老师 看到柳如烟收藏家里的照片时 我看着镜子不断对比 迟迟不敢相信 我他妈的竟然当了整整三年的替身 季行笑起来的时候 与我几乎有五分像 就连那颗累质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怪不得柳如烟心情不好时 总会喜欢抚摸我眼角的那颗累质 那样怀念的眼神 原来是在我身上寻找白月光的痕迹嘛 我捏紧了柳如烟的手机 忍住想把手机摔碎的怒火 越往下翻 越能了解到柳如烟对她的念念不忘 却昭示着我这三年来的付出 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明明下个月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当初我和柳如烟在一起时 所有的朋友都说我赚到了 柳如烟是云城大学法学系的细花 在云大特别出名 不仅是因为清纯的外貌 更出众的是她在学业上的造诣 提前修满学分被公派留学 即使毕业后 圈子里依旧有她的传说 二 我们是在公司的合作项目上认识的 面对其他人 她都是一副公事公办的语气 只有在我身边 才会显现出一点不同 甚至在合作结束后 主动约我吃饭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她毫不避讳地 夸我眼角的痣 长得很性感 我以为那是成年男女之间的情趣 原来从一开始 我就落入了她的陷阱里 她藏得可真够深的 浴室的水声停了 柳如烟裹着浴巾出来 湿答答的头发散落在胸前 不断地往下滴着水 若是往日 我会细心地帮她把头发吹干 她向来全心全意地依赖我 我一想到 她从我身上不断地寻找别人的影子 一股恶心的感觉就往上涌 柳如烟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附近 不帮我吹头发吗 而后带着埋怨的口吻 你还在为昨天我爽约的事情生气吗 我说了那是临时的工作 昨天是我们的三周年纪念日 我提前约好了餐厅等她 整整三个小时都没有见到她 店都要打烊了 柳如烟才打电话来说 公司项目出了问题再加班 与人有事业心是好事 我也不怪她 可她却在撒谎 我接到了发小打来的电话 姐夫 大晚上的天气这么冷 你和姐姐还去游湖啊 不过你们还真恩爱 哈哈哈哈 刚刚还在若无旁人的亲吻啊 游湖 亲吻 我人还在餐厅的地下停车场里待着 看着车后座鲜艳玉地的玫瑰花 神情自如地让陈景把拍到的照片都发过来 照片里两人亲密有加 确实是柳如烟的侧脸 可那男的却不是我 那一瞬间血液倒流 落大一顶绿帽戴在我的头上 骗子 如今柳如烟还在阵阵有词地诉说自己的委屈 我低头讽刺一笑 拼命压下翻滚在喉咙的情绪 是吗 柳如烟你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 这样狗血的情节不拍成电视剧都可惜了 痴心等待白月光多年 不惜寻找替身寄托无处安放的情感 甚至在寄行回来的第一天 迫不及待地约她去游湖 把我这个正牌男友丢在餐厅里独自等了三个小时 不过我不是被戏耍的那个傻子 说实话我都有点克你们了呢 柳如烟惊恶地看着我 附近 你在说什么呢 不过是爽约一次而已 你用得着这么小气吗 而且后天就是我们的订婚宴了 你非要我狠心推迟她是吗 这些照片全是寄行寄给我的 明晃晃要上门打我的脸了 我在她心里就这么像一个傻子吗 我直接把照片甩在她的脸上 我还要多大度啊 这顶绿帽都要人尽皆知了 柳如烟和寄行的亲密照散落一地 她在看清楚照片后 身体一震 久久不敢说一句话 那是谁给你的 是寄行 我仔细地观察柳如烟的表情 企图看到她忏悔懊恼的表情 可并没有 她将怀疑的目光投向我 吃笑了一声 你闹也要有个度好吗 寄行是个如清风明月一样的君子 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句话一出 却坐实了她昨天真的去见了寄行 呵 我心里所有的希望都熄灭了 即使在一起三年 她都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 我苦笑出声 掩盖住眼里的落寞 订婚宴取消了吧 这个替身谁喜欢谁来当 四 柳如烟是个一身骄傲的女人 从来不会轻易向人低头 即使我提出取消订婚宴 她都只会认为我无理取闹 甚至高高在上地询问我一句 附近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反悔 她信誓旦旦地 笃定了我一定会回头 我倾笑出声 可是眼底却蒙上了一层悲凉 而后垂下眼帘 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沙哑 我们到此为止吧 我从两人同居的公寓搬了出来 直接了当地 把她送的东西全部丢掉 订婚取消的事情 非速流传在朋友圈里 大多数人都是唏嘘和落井下石 我和柳如烟是同一届的校友 不过我在云大的湖光校区 她在本部 之前我们在一起时 那群同学都羡慕我能有柳如烟 这种白富美当女朋友 如今朋友圈就有人暗讽我 身在福中不知福 得了便宜还卖乖 可我也不差吧 以全校最高分进去了 云城大学的顶尖专业 甚至抚修了热门的金融专业 而后工作入的是全球500强企业 可即使这样 还是有人认为我配不上柳如烟 订婚宴没了 最关心的就是柳如烟的父母 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过来了 他们二位对我都挺好的 我打算亲自上门跟他们说清楚 柳妈妈把我迎进去 颇为担忧地询问 阿静 你和柳如烟是闹矛盾了吗 怎么好好的就要取消订婚了 看着二老紧张的神情 我只说柳如烟有别的心上人 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也不必让他们知道 柳叔叔气得胡子发抖 肯定是那个男的又回来了 他既然拿了钱 就应该遵守承诺才是的 我悄悄地握紧了拳头 原来他们都知道迹形的存在 五 这时柳如烟正风风火火地走进来 言语里都是兴奋和得意 爸 我们和天圣企业的合作谈好了 对方竟然愿意和我们对半分利润 却在看到我的那一刻笑容戛然而止 旁边的柳叔叔不着痕迹地看了我一眼 不由地苦笑一声 是我们家柳如烟不懂得珍惜了 这样一句话 却让柳如烟摸不着头脑 以为是我在煽风点火 上来就是一顿输出 附近你是来找我爸妈告状的吗 你能不能成熟点 这次可是你自己提出要取消订婚宴的 柳如烟已经先入为主地认为 我是来挑逝的 我越解释 他便越容易钻牛脚尖 柳叔叔却用拐杖重重地敲地板 充满怒气地开口 逆逆 还嫌闹得不够难看吗 你赶紧和那个小白脸撇清关系 不然你就别进柳家大门 柳如烟异常坚定地摇头 试图扭转父母对季行的印象 如果不是季行为了这场合作 应酬到未出血 我们公司压根没机会和天盛合作 而且季行并不是你们说的 贤贫爱富的人 天盛是我的公司 在一起三年 他恐怕连我工作的地方都记不住 他竟以为这场合作是季行的功劳 如果不是我提前打招呼 就算那人喝个三天三夜都没有用 看到柳如烟拼命地维护记行 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仿佛全世界的舌胆都在自己的肚子里翻滚 空于一副腔的苦涩 六 我主动接过天圣的项目 试图用超负荷的工作麻痹自己 发小温远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攒了个局试图让我放松心情 三七九八里灯光摇曳 歌声喧闹 我望着五尺里涌动的人头 兴趣缺缺 扭头却看见进行调戏别的女孩 整个人显得轻飘无比 我紧紧地抿了抿唇 柳如烟当真的知道自己喜欢的人 是什么鬼德性吗 他把手伸向那女孩的裙底 下一秒却被女孩擒住双手 一个过肩摔把人撂倒在地上 甚至不解气地踩上两脚 语气霸道 敢碰本姑奶奶的裙子 你怎么不打听打听这家酒店 是谁的产业 我摇头失笑 她还是如同以前一般德性 狂妄不羁 陈静 是我们大院里这群同龄人 唯一的独瞄女娲 陈静刚想把人拉起来再打一遍 却被匆匆赶来的柳如烟给阻止了 一身干练的套装 柳家大小姐的胶筋全部卸下 语气是维护和全身心的信任 小姐 你肯定是误会了 我男朋友不是这样的人 陈静毫不犹豫地翻了的白眼 十分不屑地表情 大姐 这里是有监控的 要不要我全部考出来 放给所有人看 柳如烟的脸色变得难看 对面的女孩摆明了 是不想私了的 而干了坏事的机型 醉熏熏地躺在沙发上 整个人神志不清 七 站在身旁的温远摇晃着酒杯 眼里带着试探 你不帮帮柳如烟 我微微仰了头 闭着眼睛平复内心的汹涌和挣扎 在睁眼时又恢复了平静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的心意已经被践踏在她的冷言冷意里 温远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么多年了 你也该放下了 沉浸正气呼呼的理论 正想命令下属 拿一喷水直接把人泼醒 却在看见我们的时候眼睛一亮 用力地挥手跟我们打招呼 阿静 温远 酒宝问她还需要水吗 沉浸却好心情地应答 却当着柳如烟的面狠狠地踢了一下机型 本姑娘今天心情好 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这姑娘就跑过来挽着我们的手 娇俏的声音响起 今晚你们得请我吃饭 我都好久没回来云城了 透过人群耸动的人头 柳如烟望向我 眼里隐约有我看不清楚的情绪 她静止向我们走过来 我以为她终于看清楚了机型的真面目 怒气冲冲地 要来找我算账一般 柳如烟在我面前 已然恢复了往日里的骄傲 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地甩了我一巴掌 指着我身旁站着的沉静 就是你在唆使她来污蔑机型的对吧 我真是看错你了 众人倒吸一口气 她这一掌打得很重 我用手蹭了蹭嘴角的血 四肢摆孩变得冰冷 胸口是透不过气的痛 像是被一柄重锤 狠狠往下搅碎一般 在这一刻 所有的情感被抽空 我的声音里带着莫名的悲凉 柳小姐 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 望着柳如烟娇好的面容 我悄悄地握紧了身侧的拳头 温远说得对 我是该放下这段 数十年如一日的感情了 八 柳如烟不知道的是 我对她那长达数十年的暗恋 十六岁出狱 柳如烟笨着骑着自行车 直愣愣地撞向我 其实那时候我完全有能力躲开 只为了跟她有一次联系 少女时代的柳如烟柔和似水 长寒笑意的眼睛 让所有人对她都很有好感 只不过后来在相见时 她却并不记得我 云成入了深秋 听说柳如烟为了寄行 和家里已经闹掰了 甚至整日陪在男朋友的身边 连公司的事情都很少管 柳叔叔都只好出来重新掌管公司 我从未想过 她境陷得这么深 那人果真是有些本事在身的 公司未来的发展目标是 进军国外市场 我揽下了去考察的任务 在云成机场候机室 我与父母安排来的未婚妻 大眼瞪小眼 我有些头痛的摸了摸额脚 国内不好玩吗 随遇是父母朋友的孩子 比我还小几岁 平日里一副温柔得体的 大家闺秀模样 私下里确实和陈静玩的 极好的混世小魔王 两人是高中同学 我之前就认识他 不过这些日子 我算是重新认识了他 每次他偷偷跟陈静去喝酒 都是我亲自去把人逮回来的 此时随遇甚至掩盖不了 自己的情绪 嘴角的离窝一身一浅 轻轻地拽住了我的衣角 我们这次待久一点吧 这人想必是不愿意 被家里人束缚的 我深知他的用意 又无奈又好笑 不行 这次你得乖乖地跟在我身边 随遇不愿意 拉住我的手撒娇 我听说那边的酒吧 真的很好玩 酒 附近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我的身体不由地僵住 脑海里不由地浮现 他冷眼山人的画面 柳如烟正站在对面看着我 他的眼中有些疲惫劳累 与一贯精致干练的形象 有些不同 我们可以谈谈嘛 我并不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 而身旁的随遇却失去地放手 我突然感觉有些饿了 我先去喝杯咖啡 这人昨晚熬夜玩游戏到天亮 却还想着喝咖啡 他爸妈把人交给我 我自然是要对他的人生安全进行负责的 我伸手拽住他的背包袋子 待会我陪你去买 随遇气急败坏 却又无可奈何 只好坐在我的行李箱上摇晃 我扭头却瞥见柳如烟眼里闪过的落寞 不过应当是我看错了 如今他的心上人在身边 而且事业有成又怎么会不开心呢 柳小姐 有什么事就直接在这里说吧 柳如烟有些拘谨地看着我 话语里带着不常见的歉意 那日酒吧的事情是我误会你了 是我太过于激动才是非不分 对 对不起 也谢谢你不追究寄行做的事 他弯腰低头道歉 还是为了寄行的事 恭恭敬敬的模样却让我眼底痛一难平 曾几何时意气风发的女人被磨成了公顺的模样 我垂落身旁的手指蜷缩了下 你也不必如此 公司的合作不会因为我们之间的事而停止合作的 其实酒吧的事情过后 在公司的合作项目晚会上 我们也见过 那时激行跟在他的身边攀龙覆凤 一看见我就是嘲讽 哟 都追到这里来了 这番话引发众人的目光纷纷投过来 是 就连柳如烟都用不赞同的目光看向我 附近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这样的目光足以让人窒息 一桩桩一件件失望堆积起来 就变成一座小山压在我的心头上 我前几日生了一场大病 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应付他们 我转身离开 激行却想让我当众出丑 伸脚踢了一下满桌的酒杯 那如山的酒杯瞬间倾斜向我这边倒过来 而随欲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他眼急手快地把我拽到了一旁 激行开口就是污蔑 如烟 我就说他是故意来破坏你和天圣的合作项目的 喝 好一张利嘴 能颠倒黑白是非不分 柳如烟似乎被说服了 当即就叫保安过来想把我请出去 随欲却倾笑出声 看着我的时候满眼都是挪椰 你这天圣总裁都要被赶出去了 那我们这一群人留在这干嘛 此话一出 两人皆震惊 我清楚地看见激行的额头已经渗出了点点汗珠 甚至惊慌地往柳如烟身后退了好几步 柳如烟眼里都是惊讶 你竟是天圣的总裁吗 后来 我们的项目并没中断 柳如烟曾打了好几个电话过来约了见面 不过也都没答应 可却不是圣人 暗地里悄悄地给了激行不少教训 甚至他借高利贷的事情都被我摆放到柳家的台面上 这些日子应该被闹到焦头烂额了才对 而如今柳如烟却为了项目和激行的事追到了机场 看来他对激行果然是真爱 那便祝你和激行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吧 也不去看柳如烟压抑的眼神 我静止拉着隋玉转身就离开 十一 隋玉看了我好几眼 嘴唇如动了好几次却什么也不说 他咬着吸管喝牛奶 含糊不轻道 我真搞不懂你 你既然还喜欢怎么不直接把人抢回来 我问空城要了毯子 甩到他身上 这话你说不合适吧 未婚妻 而后飞机起飞 我才悠悠地呼出一口气 试图压下酸楚 喜欢一个人 就要让他真正幸福的不是吗 隋玉冷笑了一下 瞪了我一眼 你真大度 我看着他气鼓鼓的小脸 不由地失笑 如果是你喜欢的人呢 不过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回应 当我沉沉睡去时 隐约听见隋玉低语的声音 我喜欢的人已经在身边了 英国英语天气多 雨落到人的身上 总是会带着不经意的寒意 整日忙碌着这边分公司的事 连国内的人和事 几乎都没时间去想 隋玉这些日子挺安分的 整日窝在家里画他的设计稿 圣诞夜我回去的时候 已经接近凌晨了 他还在滋滋不倦地描稿 地上已经扔满了废图纸 我看着那熟悉的兔子标志 清孝出生 云中的孝福是你设计的 高三那年 云中突然换了新孝福的设计 衣服领子处有个小兔子 为此 温远那群男生还嫌弃孝福娘唧唧的 私下里批评了好久孝方的审美 随于伸手拿起咖啡 对呀 我眯了眯眼睛 旁边那垃圾桶里 已经有好几个空杯子了 地几杯了 他肩默不语 却提起另一个话题 知道我为什么要设计孝福吗 为什么 随于今天戴了一副半筐金丝眼镜 整个人显得温柔居家 因为想看你穿着专属于我设计的衣服啊 所以我特地连设计费都没有要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而后如雷鼓一般快速震动 惊讶于他的大胆表白与识爱 原来那日的话 我并非听错 十二 后来 随于并没有再表示出 任何要更进一步的想法 不过 在他每天对身体的作死下 我即使工作忙到飞起 都会回家陪他吃饭 不然他就会沉迷在一堆设计图中 费寝忘食是经常的事 两人相处 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更多 两年的时间一蹴而就 昔日的小魔头陈静都要结婚了 随于正在收拾行李 压了满满一大箱的玩偶 我挑眉看他 万一被海关抓到 他黑羞黑羞地用力合上箱子 那是你给 这可都是带给小侄女的宝贝 我看其中有半箱子是他自己的宝贝 回到国内 正值春天 两岁小侄女顺利被玩偶收买 天天沾着随遇 正好大哥大嫂因公事出差 我们就带他出来吃饭 我看着一大一小挑食的小动作 无奈之余又觉得好笑 怪不得两人能玩到一起 而后面却传来不大不小的争吵声 在寥寥无几的餐厅里 显得很突兀 我们分手吧 我累了 而后男人拂袖而去 只留女人低头抽气 这个背影是柳如烟 没有了大牌子的衣服 身上穿着一件毛衣开衫 牛仔裤洗的有些发白 听温远说 他执迷不误非要嫁给季刑 被柳家赶出门 我私下里曾调查过季刑 那人好高骛远 就想找个富婆傍着 在拿走柳家支票后 天天泡在灯红酒绿里 而后没钱了 就再次找上了柳如烟 如今希望破灭 一切得凭自己打拼 他自然受不了这种苦 恨不得立马逃走 十三 我抱着小侄女 往地下停车场走 随于说要去买麦当劳的香草冰淇淋 下赴一楼的电梯 触目可见的是柳如烟 他惊诧地看着我 那一瞬间闪过的惊喜 目光却在我和童童的身上扫荡 好 好久不见 我朝他点点头 却也止不于此 再次相见 我却再也没有了之前那样复杂的感情了 出电梯后 他伸手拽住了我的衣服 眼里漂浮着苦楚 附近 十六岁那年我遇到的人是你吗 我似乎听见了自己那急促的呼吸声 伴随着破碎脉搏的跳动 一下一下地撕扯着我的心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这么多年认错人了是吗 你将记性认错成我对吧 所以他求证了这么多年 甚至将身边所有的人都伤害了一遍 最后却发现自己多年来的努力 都是一个错误 柳如烟安静地听完我说的话 漆黑的毛子里 一顺不顺地望着我 眼眶中有什么落了下来 狠狠地砸在地上 所以你是不要我了是吗 羽人的身躯颤抖着 双手慢慢缩了回去 可我已经不会再心软了 甚至在为我的这段感情感到不值 如果是这样的结果 还不如是他真的喜欢记性猜好 而不是阴差阳错的爱 那段被伤害过后的日子 属实是过于难熬了 每到黑夜降临 无尽的思念都会笼罩着自己 往日的温情与冷漠交织相容 一把温柔刀狠狠地在心上凌迟 特别是在收到寄行寄来的结婚情景后 情绪低落到了极致 我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走出来 如今又凭什么让我继续坚定地朝他靠近 柳如烟 所有的一切都不可能重来了 从前我将一片真心捧上 他不屑一顾 甚至只将我看作是提身 开心时就逗一下 不乐意应付了就甩到一边 他终于绷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而一声咳嗽 却将我们拉回了现实 随于拎着一袋子的娃娃 正站在对面看着我们 十四 单看他脸上 倒是没有生气的迹象 但手里的娃娃 都快要被他捏到变形了 此时我竟害怕他会生气 随于把袋子甩给我 伸手要抱小侄女 却语出惊人 来妈妈怀里 爸爸要先去挪车 小侄女眼尖 看见娃娃就特别失去 紧紧地抱着她的脖子 妈妈 彤彤和爸爸等了你好久啊 柳如烟听见这话有点恍惚 身形不稳 静直直地往我这边倒过来 却被随于手急眼快地拦住了 柳小姐是要当着我的面 抢我的老公吗 柳如烟愣住 而后有些难堪的摇摇头 语气里是卑微 对不起 我并不知道 随于吃笑一声 语气里带着淡淡的怒气 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 柳小姐你也当真是蠢 被一个男人耍得团团转 错把鱼目当明珠 如今却又来利用阿静的心软 好马尚且不吃回头草呢 又何况她身边已经有我这么一个好妻子了呢 这番话只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我开车送小侄女回家 看着副驾驶上气鼓鼓的随欲 不由的笑出声 她恼羞成怒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干嘛 我刚刚说的不对吗 我以后难道不是你的好妻子吗 我捏紧了方向盘 不由的叹气 你当真不介意我那段感情吗 这两年我以为你会想清楚的 两年的时间 她可以有随意反悔的机会 只要随于说不愿意 这段未婚夫妻的关系随时可以介绍 但她并没有 随于用手遮挡住刺眼的阳光 仰起个笑脸 阿静 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喜欢你了 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 我一向坚定而又勇敢的 一如你一如设计 我一直在追逐你的脚步 她的眼里闪耀着奋斗的火花 仿佛已经预见到辉煌的未来 前方是一条分叉路口 我伸手握住随于的手 未婚妻 我们试试吧 我的兔子设计师都朝我走了九十九步了 剩下这一步便由我来完成 十五 温远要结婚了 对象是一向看她不顺眼的沉静 两人欢喜冤家多年 终于要喜结莲礼了 这场婚礼请了云成很多有头有脸的人 而作为伴娘的随于忙到飞起 她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蛋糕 像个小仓鼠一样 腮帮子满满的 我慢慢拍了拍她的背 摇头失笑 兔子小姐慢点吃 没人跟你抢 温远找我说有点事需要我帮忙 她挤眉弄眼地示意我们到院子里说 我双手插进兜里 有什么事 温远指了指我的身后 她说有要紧是找你 是柳如烟 我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等会随意知道了指不定怎么吃飞醋呢 柳如烟急切地走上前来 我只耽误你一点时间就好 她的脸色比前些日子还差 像是大饼出狱一般 听说她最近在和季行打离婚官司 阿静 我知道错了 我之前做了很多很过分的事 我不知道你暗恋了我这么多年 也不知道你在背后默默为我做了很多的事情 你看 她一开口总能把我难以愈合的伤疤重新借开 甚至把血肉搅成一团为止 柳如烟忏悔着 她的泪一直不住弥漫滑落 声音止不住颤抖 你不要丢下我 好不好 我深深地呼出一口声 微微仰起头 却不愿意再回应她的话 她微微抬眸 眼里的七迹一点点滑落下来 像是预料到了结果 苦笑出声 我却透过公筹交错的宴会厅 看见那个女孩正百无聊赖地等着我回去 许久 我的声音变得清晰 柳如烟 我对你有接近长达十年的喜欢 一直在默默地关注你 甘心为你扫平所有事业上的障碍 祝你在公司站稳脚跟 不至于被树白兄弟针对 甚至送上天圣的合作项目 可我对你的喜欢已经结束了 我始终忘不了你的冷漠和不屑 自始至终 我都像个傻子一样默默付出 如今有人爱我数十年如一日 甚至陪我在国外打拼 我再也不想辜负他了 我们之间到此为止吧 十六 其实当时柳如烟特别想去看极光 我甚至打算在芬兰重新求一次婚的 可是天不遂人愿 我们终究有缘无分 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 他的脚步微微摇晃了一下 睫毛微微颤动着 随后他定了定神 挺直腰背 恢复到之前的骄傲模样 却只好走到四下无人的地方放声痛哭 随意描了描周围 伸手就想拿适应手上的哈根达斯 细细的手腕却被我一把抓住 拽紧了放进手心里 好脾气地揉了揉他的耳朵 兔子小姐 你可别忘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你的事情 痛经起来你又得死去活来的 随意撇了撇嘴 我还没吃上呢 我却紧紧用他入怀 语气十分笃定 是你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 兔子小姐卸了全身的刺 软软的声音从我的怀里传来 对 我就看不得他什么都不知道 却享受了所有的既得利益 嗓音里带了莫名的委屈 凭什么你的努力他都看不见 我仿佛能感同身受他的心情 可我知道你的努力 知道我的兔子小姐一直很坚强 脚步不停地追逐梦想 甚至爱我这么多年 爱人的本能仿佛长进他的血肉里一样 诚挚而又炽热 对不起 是我来晚了 这么久才察觉到你的心意 随意终于忍不住自己的低落情绪 埋在我的怀里无声地抽起 十七 随意生日那天 他今天穿了件顶漂亮的连衣裙 脸上是精致的妆容 说要带我回云中重温校园 里面大部分设施都没有变 除了又新添了几栋教学楼 他与我实质紧扣 满脸都是笑意 支着远处的光荣榜说 你知道吗 每次你拿了第一名 都会更新他的大头贴 等到新鲜度一过 我就悄悄把它取下来 怪不得温元总说有人在觊觎我 每次大头贴都会被偷走 原来罪魁祸首是这姑娘 我有些好奇地问 你就没有被抓到过 他有些羞愧地摸了摸鼻子 被你们班班主任抓到了 不过他人倒是挺好的 后来我高三时 他又成了我的老师 我和隋玉逛了大半个校园 这期间他时不时就描两眼手机 他们又催你要设计图了 隋玉连忙摆手 没有没有 是另外的事情 文言 我挑了挑眉 只觉得事情应该不简单 特别是走上高三楼的时候后 那个强烈的感觉仿佛要喷涌而出 竟然扑上了红毯 身旁的隋玉比我紧张多了 手心都出了冷汗 想起前几日 温远说要给我个大惊喜 后知后觉的才发现 兔子小姐不会要对我求婚吧 那我们的想法真是挺默契的 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走吧 高三实验般的教室门紧闭 我知道只要我一打开 必定能听见轰鸣的李花生 里面会有我们多年的好友 甚至是许久不见的同学 隋玉的演技一点也不好 可惜我却没能亏见 她漫长岁月里隐藏的爱意 她突然拉住了我要推门的手 阿静 你真的想好了吗 我也给你一次机会好好想想 傻瓜 十八 我依然拉开了门 李花生如气而至 里面是欢呼声 我突然松开了她的手 从外套里掏出戒指 单膝下跪 随于震惊地捂住了嘴巴 眼里闪过泪光 身后的欢呼声响彻叫势 她突然间哭了起来 明明是我先 我摇头失笑 而后郑重其事 这种事情当然给我来做 兔子小姐 你愿意接受我的求婚吗 我知道两人在一起后 她偶尔会安全感缺失 有时会问我是不是在做梦 不断地确认事实 不知道这次安全感给的对不对 随于慢慢地朝我伸出手 我愿意的 附近 我一直都愿意的 我把戒指往她手上套 很合适的尺寸 她高兴到扑进我的怀里 附近 我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孩 是的 你一直会是最幸福的小孩 随于酷成了的小花猫 再见到旧时的班主任后 却害羞到直往我身边站 牢里不由地打去她 没忧 之前偷照片的时候 可是底气十足啊 不过恭喜你的心愿实现了 我们两两相望 不由地笑了起来 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都会有更光明 更灿烂的未来 全文完